娱乐消息来看到大陆帅气男星黄晓明和Angela Baby 上月底大方公开恋情之后 受到外界的一片祝福声 最近在爆出两人私下会以老公老婆相称 被传已经秘密结婚 昨天黄晓明的好友许志安还有古巨鸡纷纷恭喜他们 2月28日是Angela Baby的生日 黄晓明为了哄女友开心 特意飞来香港 更送上价值200多万的豪华跑车 之后又传出生日蛋糕的照片上 刻上老婆大字被怀疑是秘密结婚 许志安和古巨鸡听到这个消息都纷纷祝福他们 我觉得最近香港的气氛不太好 有这个新闻我觉得非常开心 为他们而高兴 因为男的女的男的那么帅气 女的那么漂亮 我觉得他们是绝配 所以很开心 真的发生 真的非常非常恭喜他们 期待着他们这个消息 不过被问到会不会送另外一半贵重礼物时 两人都说不会 爱的感觉是不能比较了好不好 我没有那么多钱 对但我觉得也是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吧 但对我来说我自己本身的心格 就如果是我我可能不会知道 我从来都很喜欢想一些点子 那包括在我工作上 也包括以前拍拖的时候 将来有什么会让大家知道就是 古巨鸡被传今年将和女助理结婚 他大方的表示 如果这一天到来 一定会预先通知传媒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